宿舍的朋友今年冲泰稅 冲泰稅的一年運程都比較多變化 年份有1941年、1953年、1965年、1977年、1989年、2001年和2013年 今年入宮的吉星有逆馬、月空 逆馬是代表置業、搬屋、工作變動或升遷 至於空星有大號、碎破、披頭、欄杆等 大號的意思是有大量的錢要花 配合逆馬星是因為搬屋要花費一些錢 至於披頭和欄杆就代表工作要低調些 刺激、鋒鋒過路就導致朝夜時卑 亦會有些阻滯發生 不過有月空這顆吉星幫助 最後都會逢空霸吉 至於1941年、1977年的朋友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今年犯五皇宅、溫情會比較差 主要有破財、意外、病疾和血光觀眾的發生 建議如果沖泰水就放泰水 還要點泰水燈去化石 五皇宅做法事去化解五皇宅就可以了 謝謝大家